原上海市政协委员地产富豪周小弟 因为故兄杀人倒卖世博会土地 获利了将近200亿元 11月4号一审被判刑14年 民众纷纷在网上指责判得太轻 对此上海著名的维权律师郑恩宠先生指出 周小弟案件超过了上海首富周正义案 涉及上海市长韩正的妹夫 这种轻判是为了保住上海帮的一些高官 那么我们这一期的禁闻角落 就为您剖析更多的案件内幕 周小弟现年53岁 上海浦东阳斯镇人 曾因盗窃罪诈骗罪被判刑两年半 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养猪致富 后来开发洞签房 在上海政府的支持下 成为浦东政商两届红人 当上了上海州市集团董事长 州市集团旗下 除了新世纪宜德房地产公司外 还拥有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 江苏省公益美术集团 新世纪国际俱乐部 新世纪出租汽车公司等 同时 州市集团在浦东 拥有两家现代化医院的控制权 据财经杂志报道 州市集团主控的新世纪宜德房地产公司 2001年以每亩20多万元低价 取得浦东三菱地区 2536亩土地的开发权 这块土地是上海世博会 主要洞签项目安置地块 周小弟非法高价倒卖 上海这块土地给其他几家公司 上海西子房产公司总经理 尹明华 是新世纪宜德股东之一 拥有20%的股份 周小弟为强迫他退股 于2007年11月6号 以酬金三万元 雇用几名壮汉 用铁棍袭击尹明华 打得他脑浆泵裂 头骨粉碎性骨折 上下之多处骨折 媒体纷纷报道 周小弟雇凶杀人 据新华社报道 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 今年11月4号一审宣判 周小弟因犯故意伤害罪 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判刑14年 罚款3亿元 成为胡润百富榜垮台的 49名富豪之一 上海维权历史郑恩宠披露 周小弟倒卖的这块土地 是经过上海市政府 和浦东新区政府批准的 2007年 他以每亩850万倒卖 获得了近200亿人民币的价值 周小弟他所失去的 近3000某的这么一个地块 就在上海市国会的处境 他倒卖这个地区 当时是经过上海市政府 土东新区政府给他的这个土地 不可能他骗了 只不过他和别的合作过程当中 这个土地在暴涨 他要把他的对手给杀害了 郑恩宠透露 上海帮成员 上海市现任市长韩正的妹夫 也参与了倒卖世博会土地 他说 我可以很负责的就是韩正的妹夫 他所在的公司取得了近300某的地块 后来他没无能力开发 过两年以后的倒卖 在死于癌症的上海帮黄局 当年主持工作的时候 周小弟当上了上海第十届政协委员 以及民建中央委员 据香港清北京的大公报报道 周小弟座驾挂的是军用牌照 一千多平方米的三层豪宅门口 更是请来穿部队制服的人站岗 当时他飞煌腾杂的时候 陈良已是上海的一号人 韩正是上海的二号人 那么吴志明他正法收集了什么 也是这个市委 是一个常委之一 他现在反五败在丢替宝座 把周队这些人打到冷空 那身上保住了 真正保住了一些大官 这种算数据呢 结果是个全斗的结果 这个真正的在算 上海市政法委书记 吴志明是江泽民的外甥 郑恩宠披露 江泽民的两个儿子 全都牵涉到上海首富 周正义的东八块案中 根据举报材料 吴志明的副手 上海市政法委副书记 原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院长陈旭 实际是审理周正义案的幕后操纵者 对于法院一审判处 周小弟十四年徒刑 郑恩宠律师说 我认为这个量刑 挺美的 他的事情的性质后果 应该远远超于 那个周正义的东八块 他指出 世博会是中共上海 最大的面子工程 周小弟实际已经控制了 这块土地 并且实际在操作 周正义当年 只是名义上控制 两块东八块土地 而且是委托靖安区政府 带他操作 到香港政府圈前 法院把周小弟 故凶杀人 但化为故意伤害罪 郑恩宠说 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 他还是给他宽容的 就希望你不要乱咬人了 就是说他们有后背后 有一个妥协在 中共的一些贪官 他又把这些开刷商 当作一种弃罪 一审判决出来后 民众在网上纷纷指责 判得太轻 才14年啊 估计不用4年 就保外就医了 上海民众呼吁 深入调查 这起倒卖土地案 上海市政府于2002年 成功申办 2010年世界博览会 之后陆续开展征币 不少拆迁户 投诉房屋被强行拆毁 没有获得任何赔偿 上放多年 也毫无结果 长期关注上海拆迁户问题的 中国冤民大同盟主席 沈婷说 世博拆迁户中 至今仍有近600户 涉及数千人为获赔偿 新唐人记者梁真 李元翰 周平采访报道